女人打开浴室的门 对面却站着个陌生男人 见小美去够浴巾 她用匕首往前送了送 可小美没有丝毫害怕 难道她看不见自己 正在思考时 小美裹好浴巾走了出来 男人则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看她是不是装的 小美拿出速冻水饺 想要做饭 转身去拿盘子 此时男友正倒在血泊中 她拿出盘子后 一脚踩到鲜血上 摔倒在地 伸手一摸 感觉黏糊糊的 心里越发害怕 随后就摸到一只脚 然后继续往上 摸到了张熟悉的脸 确定这就是男友 她非常伤心 突然从腰间摸到一把匕首 顿时吓了个半死 她急忙起身 想尽快逃出去 却一头撞进小帅怀里 吓得她转身就跑 为了确定她是不是装侠 不停地把东西扔了出去 弄出动静吓唬小美 小美非常害怕 急忙冲进卧室 快速锁上门 将小帅挡在外面 然后打开电脑 用声音控制功能 启动邮箱 想要报警 突然小帅撞破玻璃 冲了进来 将她按到地上后 掏出匕首 抵在小美脖子上 随后将她绑到床边的栏杆上 擦掉腿上的血迹 等小美心情平复后 还帮她解开了绳子 想通过这种方式 认出钱藏在哪里 可小美就是不说 她彻底失去了耐心 还拿出匕首 抵在小美眼睛上 正在这时 手机响了 她不想让小美听到 于是拿起手机 去外面打电话了 小美趁此机会 穿上衣服 拿起相机藏到身后 等小帅靠近时 她抡起相机就砸了过去 随后急忙向外跑 打开房门 逃了出去 虽然看不见路 可跑得还是相当快 不过忙中出错 一不留神 她竟然摔了一跤 顾不上疼痛 爬起来继续跑 半天后 终于来到一楼 她顺着管道往前走 小帅则在后面 不紧不慢地跟着 就在这时 保安听到动静走了过来 小美让她赶紧报警 可保安觉得自己人高马大 什么都不怕 捡起一根铁棍走了过来 不料半路被小帅偷袭 一下就抹了脖子 小美的希望彻底破碎了 急忙往上爬 打开铁门 逃了出去 幸好她对这里比较熟悉 很快就来到大街上 她拼命向路人求救 正在这时 一个自称检察官的人 掏出证件 安抚下小美后 给她披上外套 然后拿出手机呼叫同事支援 随后她就被带到一个公寓里 不过这里她太熟悉了 就是自己住的地方 顿时感觉不妙 这时小帅走了过来 原来检察官是假的 她跟小帅是一伙的 小美又被抓了回去 刚一进门 两人就发生了争吵 光头怪小帅不应该先杀人 这下钱的线索断了 为了让小美开口 他们开始了暴力逼供 将小美扔到地上 突然光头让小帅助手 她觉得墙上的话太突兀 而且非常厚 于是把话取了下来 然后划开后面 果然里面藏了很多钱 拿到钱后 小帅想杀人灭口 却被光头阻止了 随后两人就走了出去 听到门响后 小美快速跑过去 将门反锁 倚着柱子哭了半天后 迷迷糊糊睡着了 再次醒来时 天已经黑了 突然她快速向外跑去 刚打开门 又被关上了 原来小美闻到了两人的气味 这才知道他们还没走 随后向阳台跑去 从轮椅上拿出一把钢叉 想用来保护自己 不料下一秒 就被拐杖打落在地 光头来到近前 一把扯掉小美的项链 确定这就是他们偷得 那批钻石中的一颗 随后掐住小美脖子 把她推到护栏外 逼问钻石的下落 小帅健壮 急忙上前阻止 万一掉下去 就永远找不到钻石了 然后抱起猫咪 来到大楼边缘 把她扔了下去 小美非常伤心 想找光头拼命 可根本不是对手 为了拖延时间 她说地板下面有个保险箱 两人拿着电钻 掀开地板 将保险箱切开 没想到里面只有一张扑克 看来自己被耍了 为了泄愤 他们把小美绑到桌子上 拿了一条毛巾 捂住小美的嘴 然后把水倒在上面 让她体验窒息的感觉 小美拼命挣扎 就是挣脱不开 眼看有生命危险 她只好开口求饶 光头把她推到阳台上 为了拖延时间 小美说 钻石可能藏在花盆里 光头一听 立马转身 可花盆又几百个 为了找到钻石 只能一个个砸坏了找 另一边小帅弄出冰块 想喝杯可乐 可喝完后觉得不对劲 拿出冰块一看 里面竟然有东西 急忙放到水龙头下冲洗 没想到真的是钻石 看了眼光头后 把冰块放到盘子里 将其全部融化 然后装进袋子里 渴望兜里放时 正好被光头看见 小帅把匕首藏到身后 朝光头走去 地上一杯可乐 刚要动手 没想到挨了一枪 随后重重地坐到地上 钻石被抢了过去 足足有击百科 正当她兴奋时 不料小美从背后偷袭 给了她一叉子 枪和钻石都掉到地上 小美被扑到时 撞翻台灯 导致电线短路 屋里顿石漆黑一片 小美趁机向阳台跑去 一不小心踢到了手枪 光头刚走出来 旁边的玻璃就碎了 小美正拿枪死死盯着她 光头想悄悄靠近 不料却中了一枪 虽然小美眼睛看不见 可耳朵非常好使 光头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空中放起了烟花 小美听力受到影响 光头刚想冲过来 肩膀就挨了一枪 只好停住脚步 可不得不上前 因为小美一手拿枪 另一只手拿着钻石 正一颗颗的往下扔 看得光头心里滴血 无奈之下 快速冲了过去 这次又击中了肩膀 她一把掐住小美脖子 想去够钻石 不料一声枪响 随后小美双手一用力 将300斤的光头扔了下去 而之前被她扔掉的猫咪 却趴到她的身上 小美拿起托盘 把钻石倒了进去 随后放到冰箱里 重新冷冻 男人不停地抽搐 脚一卵 就滚下了站台 路人则非常冷漠 眼看火车越来越近 老人紧跑几步 急忙跳了下去 一把抓起小伙 呼喊了几次后 终于有人肯过来帮忙 而老人却留在原地 静静等待火车的来临 突然她一扭头 见人群中有个孩子 怕给对方留下阴影 在最后几秒 她终于伸出了手 火车擦着她的屁股 呼啸而过 人们都说 你是在找死吗 她确实是在找死 回到家后 整理好遗笼 随后来到吊绳前 怕自己的惨状 吓到妻子 于是把照片放到阳台上 然后踩着凳子 把绳子掏进脖子里 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男人名叫欧维 半年前妻子不幸离世 几天前又被公司的小领导 辞去了工作 失去人生目标的她 来到妻子墓碑前 说马上就去看她 可刚闭上眼睛 外面就传来一阵嘈杂声 原来是新邻居在搬家 欧维很生气 解开绳子 走了出去 拦在汽车前 说小区里不能进汽车 男人刚打算到处去 又撞到了信箱上 怎么这么笨 欧维坐到驾驶位 轻打方向盘 眨眼间就把车停好了 随后气呼呼地回到屋子里 开始她的自杀大业 不料刚要钻进去 就看到一群人出现在窗外 甚至有个孩子趴到了阳台上 欧维怕吓到孩子 急忙把绳子摘了下来 可她一心求死 第二天又把绳子套到了脖子上 随后闭上眼睛 头往下一沉 正在这时 突然门铃响了 她假装听不到 刚要踢翻凳子 门铃却响个不停 她非常愤怒 为什么想死都这么难 气冲冲地解下绳子 开门一看 竟然是两个小朋友 这才收起爆脾气 原来邻居为了感谢她 专门送来意大利的特色小吃 扬粥炒饭 欧文健壮 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 随后还借走了梯子和扳手 这时老邻居想请她帮忙 修修暖气 可她一心求死 不想多管闲事 回到屋里 看着妻子的照片 闻着衣服上久违的味道 她想尽快见到妻子 于是又把头伸进绳子里 脚一用力 将凳子踢翻 这次谁都阻止不了她 随着绳子越勒越紧 漫长的一声 在眼前又回放了一遍 妈妈在她含笑的时候 就去世了 从此之后 就跟爸爸相依为命 这天去车站找老爸时 不料身后来了一辆火车 老爸赶紧大声呼喊 随后跑了过来 幸好她在火车到来前几秒 离开了轨道 老爸一把将她抱进怀里 就这样抱了整整一天 直到睡觉时才放到床上 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父爱 渐渐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这天老爸收到一封信 上面说儿子考上了大学 她高兴得像个孩子 正跟同事分享喜悦时 不料火车突然出现 将她撞飞出去 欧围就成了孤儿 正在这时 她突然从房顶掉了下来 回头一看 绳子竟然折了 气愤的她来到商场 说什么破绳子 质量怎么这么差 售货员说 你用这个做什么了 她顿时一阵语色 气冲冲的离开了 来到妻子墓碑前 跟她抱怨了半天 可回去时 看到一个女人 正向猫咪丢石头 她非常愤怒 说你再丢石头 我就把你的二哈顿了 吓得女人转身就跑 见猫咪这么可怜 拿出昨晚的剩饭 可出来一看 猫咪竟然不见了 既然死不成 那就做点事吧 她来到邻居家 把暖气修好了 趁女人拿水管的功夫 给痴呆的好友擦了擦嘴 对她说 我马上就要永远离开了 去找妻子小美 她接过水管 刚要离开 却被老友拽住了 回去时 见刚搬来的夫妻在修房子 她打开车库大门 把塑料瓶插到排气管上 拧紧后 将水管的另一头 伸进车窗里 用胶带将窗子封好 发动了汽车 然后打开音乐 顿时无数黑烟涌了进来 欧尾慢慢陷入回忆中 老爸去世后 她接替了老爸的工作 可刚上班 就被人欺负 还把手表枪揍了 欧尾非常生气 对着那人鼻子哭吃就是一拳 从此之后 水都不敢轻易招惹她 不料没过几天 开发商就看上了她家的房子 趁她不在家时 一把火将房子点着了 这天坐火车时 一抬头 看到一双美腿 她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随后乘务员开始捡票 可欧尾根本没有买票 身上也没带钱 幸好小美及时解围 帮她买了车票 两人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再次见到小美 欧尾每天都坐火车 33天后 终于遇到了她 当然借口是还钱 为了进一步加深了解 还请小美去高档餐厅吃饭 不过支点了小美那份 借口是她出门前就吃饱了 而小美早就看出 她其实是没钱 不过并没有揭穿欧尾 两人的爱情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突然欧尾被呛得不停咳嗽 她急忙从车里逃了出来 这时车库大门响个不停 打开一看 竟然是邻居二翠一直在敲 原来她的丈夫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希望欧尾能把丈夫送到医院去 心软的她立马答应下来 可到了医院 还要帮忙照看两个小朋友 分别是 孩子紧紧抱住她的大腿 让欧尾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回家时 那只流浪猫又跑了回来 她急忙拿了条毯子 裹在猫咪身上 而二翠怀孕了 不能养猫 只能欧尾照看她了 这下她不但没死成 还多了个累赘 急忙向妻子道歉 说要过段时间才能去陪她 这天见二翠在学车 而教练也是个白痴 于是欧尾当起了教练 可在路上行驶时 遇到了红灯 等再次起步时 车怎么都打不着 而后面的车还在不停地按喇叭 二翠彻底崩溃了 欧尾见状 打开车门 把后面的司机拉了出来 说你没看到车屁股后面 新手上路的标志吗 二翠平复好心情后 慢慢启动车子 回到家里 海班二翠把西腕挤修好了 他早就知道 欧尾是面冷心热 这天在小区散步时 见一辆汽车驶来 他立马冲了过去 拦在车前 说小区里不能开车 可小胡子却说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偏执狂 为了老婆的工作 写过无数次投诉信 你没想想为什么会这样 随后钻进车里 以溜烟逃走了 欧尾非常气愤 想起去世的妻子 他打开箱子 拿出一把猎枪 怕枪声吓到猫咪 还放了手音乐 为了不弄脏墙面 特意铺上了塑料布 一切准备就绪后 把枪口对准了下巴 觉得可能不保险 又把枪头伸进嘴里 可还是不放心 刚对准了脑门 突然门铃响起 他愤怒地打开房门 出来一看 外面有两个小伙 他们都是妻子的学生 如今被父母赶出家门 想建宿一宿 这下自杀的计划又泡汤了 早上一觉醒来 发现小伙正在喂猫咪 还准备了早餐 半年了 他又一次感受到了温暖 随后带着小伙 一起在小区里检查起来 看看警示牌是否牢固 门有没有锁好 这时小伙告诉欧维 那天的小胡子是福利院的人 想把瘫痪的好友强行带走 只因好友的妻子一直反对 他们才没有得逞 欧维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他再次来到妻子坟前 让他再等几天 处理完好友问题后就会过来 随后找到好友妻子 要来了所有相关资料 然后不间断地给每个部门打电话 挨个投诉 可一番投诉后 没有一个部门搭理他 欧维非常生气 却毫无办法 他埋怨自己是个废物 这时二翠看不下去了 说你总是教导我们不要放弃 可没有人能独自扛下所有 你也一样 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这下欧维终于敞开了心扉 原来妻子怀孕后 想来一场浪漫的旅行 迎接孩子的到来 他们去了很多地方 吃了无数美食 共同享受红酒和烛光晚餐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这天经过一个盘山道时 汽车突然失控 不停地翻转 欧维醒来后 钻到大巴车下面 见妻子躺在里面一动不动 送到医院后整整两个星期 他才醒了过来 可惜的是孩子没能保住 还失去了双腿 不过只要人还在 他们就是幸福的 欧维把所有家具都做矮了一截 还带着妻子去夜校进修 一年后 他终于拿到了教师资格证 可找工作时 所有学校都拒绝了他的申请 因为学校都没有残障通道 欧维因此不断投诉 可一番折腾下来 每个部门都拒绝了他的请求 与其求人 不如靠自己 他冒着大雨 连夜建了个惨障通道 小美终于卢院成了一名老师 不过被安排到了问题班 里面的每个学生都是问题青年 而小美从未放弃过任何人 很快他就被学生们接纳了 并且成绩突飞猛进 毕业时更是成了最优秀的班级 他为每一个学生的进步而骄傲 可惜半年前 小美永远离开了他 欧维的精神支柱彻底崩塌了 第二天小胡子又来了 想强行把老友带走 可他的妻子也年事已高 根本照顾不了他 这时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她是个记者 有人反映小胡子有偷睡漏睡的行为 这下小胡子不淡定了 坐上汽车 灰溜溜地逃走了 这天欧维走着走着 突然捂住心脏 趴到了地上 随后被送到医院里 原来她的心脏早就出了问题 里面长了东西 不久后 二翠生了三胎 看到怀里的小不点 欧维非常开心 开始了带娃生活 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半年后 二翠拉开窗帘一看 外面竟然下雪了 突然她脸色已变 对老公说 欧维怎么还没起来扫雪 他们提上裤子 急忙跑到欧维家 进来一看 顿时傻了眼 猫咪正趴在欧维胸口上 而她早就没了呼吸 打开一眼一看 上面写道 她早就料到会有今天 希望能在教堂 举行告别仪式 不要惊动任何人 最重要的是 要照顾好猫咪 可在告别仪式这天 下面坐满了人 社区里的每个人 都来为她送行 无儿无女的欧维 用自己的方式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而在另一个世界里 欧维慢慢睁开眼睛 看到了久违的红色高跟鞋 妻子正坐在火车上等着她 两人同时伸出手 一起面对未来的人生 欧维一直想自杀 可每次都有人打乱她的死亡计划 一次次的意外 让她冰冷的心一点点笼化 最后用行动温暖了社区的每个人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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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